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锦润股,我们来看看这个Hatta Nega 他在收盘的时候呢,就大涨超过5个巴仙,而且成交量也是蛮多的 Hatta今天就公布了他最新的这个Quarter Report 老实说,报纸的这个标题呢,就说他退步90多巴仙 对比上这个,对比去年的重月Quarter,盈利大跌90多巴仙 这个就是新闻的标题,你去看Facebook的话也是很多这个标题的 然后我呢,就立刻在我的这个双键 喝屁这个Facebook里面,我就post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提示,就说 Quarter Report公布了,但是老板讲的东西 跟上一两个Quarter讲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在这边面主书上面,就给了这个意见 老板,就说他这个老板 他在这个Quarter里面 他讲的东西呢,对比上一两个Quarter讲东西呢 是已经不一样了,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在过去一两个Quarter的语气呢,就讲说很非观 很惨,未来很惨 但是这个Quarter呢,他也是讲惨 但是他讲说,已经是开始有机会扭转这个句式 你们去注意一下,看一下他的这个讲话的方法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 其实很多股友呢,就认为呢,他带会亏钱 让他出来的时候,他才是赚钱 哎,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呃,所以就很 为什么我是认为他的股价呢,今天 会大涨,就是这两个原因 当然他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他现在的这个价钱,就是他的这个Value 他的价值 对比他现在的股价呢,是相当 已经是低很多了,呀 What you expect,这个价钱 两块,少过两块钱的价钱 这种公司,这种 Balance rate,非常好的公司 What you expect,这个就是 基本面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三个原因呢 接着起来,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他今天收盘的时候 大涨的原因 看一下明天会不会打联网 我问如何 呃,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技术分析 他虽然是大涨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才是没有涨上去 这个筹码主力线的指示线 也就是 2.09 他是收在2.07 2.09没有站上去 呀,如果你之前你是没有跟到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你不要随便去追了 你要去注意他也没有机会站上去 这条指示线 站上去的时候 明天你就可以 考虑把它 啊 啊 买路信号 站上去就是买路信号 如果你要更安全的话呢 要等到他突破这个前高 形成higher height的时候 也是一个买路信号 呀,so 筹码主力线呢 可以让你买在更加更低的价钱 但是风险也是相对高 心态呢就是higher height呢 是买在一个更高的价钱 但是这个是confirmation 呀 嗯 之前也是养过了 然后 他突破之后 他的这个 套牢盘就是他的下一个主力线 也就是大概是在2块半到3块钱 也就是说短期的目标价呢 就是2块半 呀,这边 会不会达到呢 我们又继续观察 啊,继续去 呃 观看 呀,会不会有没有机会 这些就是 我对higher height的一些个人看法 呃,为什么 他今天 业绩这么差 股价会上去 有三个原因 解释了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他的技术分析 这个 托马峰 主力线 指示线 是一个 强大的主力 呀 如何去操作呢 也是分享的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